我今天要把iPhone SE 做廢物利用 首先啊 我先將iPhone SE 投影到大的螢幕 是直式的投影 你看我連接一個這個 Lightning Hub 這個 那我連接了非常多的 USB 的裝置 第一個是鍵盤 第二個是滑鼠 滑鼠是可以動的 你看 然後呢我也連接了這個 USB 的音效卡 然後我也連接了這個隨身碟 USB 的隨身碟 然後呢我也連接了 iOS 直播專用截取卡 然後將這個 HDMI 的畫面 透過截取卡進入到這個 iPhone 畫面就來自於這個 iPhone 如果你手上有舊款的 iPhone 要怎麼做廢物利用 我今天呢 要將這個舊款的 iPhone 變成一個小電腦 我先把這個 iPhone 的畫面打到這個電視上面 這個螢幕太小了嘛 好吧 我打到電視 這個是手機直式全螢幕的投影機 好 我們來把它投影上去 然後啊 我將我的 iPhone 無線的投影到那個電視上面去 這時候你就按滑上 這邊有個投影 你就按投影 這時候畫面就 直式的投螢幕 投影到這個電視上面去 你看是直式的 也可以播影片啊 沒有問題啊 是有聲音的 然後啊 我現在要透過他的 Lightning 的介面 連接一個叫做 Lightning Hub 我要連接各式各樣的一些 USB 的周邊的商品 我先連上去 然後看到這個有個充電的符號 然後我先連這個 Hub 因為我等一下要連很多東西 我再接一個 Hub 那首先我先接一個有線網路 這個是 USB 的有線網路 我把它接到這邊來 然後呢 再串上一個這個 網路線 我到裡面的控制台去看看 你看這時候多一個以太網路 這個以太網路 一個叫做這個 AS88X 72A 就是這一支 你看喔 如果把它拔掉 它就會消失了 你看它就消失掉了 然後再插入 它就又出來了 出來了 好 這時候我先把那個 無線線關掉 無線關掉 無線關掉那個電視也會跟著關掉 沒關係 我們再做投影一次 minibus 這個按下去 這個 投影 好 這時候又投影到電視上面了 沒問題的 好 我們現在就走了網路是走這個有線網路 我 Wi-Fi 都關掉了 好的 接下來我要連接那個滑鼠 滑鼠這裡 然後我把它接到這個 USB 裝置 好這時候你看喔 他這邊有洞 你在洞有沒有看到 這個點點 然後打開這個照相 看一下 就有啦 你看 滑鼠是可以WALK的 那我再連接這個鍵盤 這是鍵盤 鍵盤連接到也是個 USB 的洞 連接上來 好這時候我打開這個 備忘錄 我們試打看看 我們來打打看 你看有字吧 可以打 OK 沒問題的 鍵盤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呢 我現在在接這個隨身碟 這是隨身碟 我把它接到 HUB 上面來 然後到這個檔案管理員去看一下 這裡 多一個這個目錄 這個就是隨身碟了 你看我把它拔掉他就消失了 拔掉 他就消失了 我再插入 他又回復了 你看我就可以讀到很多隨身碟的資料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連接的鍵盤 還有滑鼠 還有這個有線網路網卡 還有呢直視的投影到 電視上面去 接下來我要連接音效卡 還有一個直播的這個設備 現在已經越來越亂了 我現在再加一個 那個 USB的音效卡 這個啊 這個地方你就連接到這個USB的口就可以了 然後打開電源 然後再連接到 HUB 這個洞已經不夠多了 所以我就連接到HUB OK 這時候這個音效卡就取代掉內建的這個麥克風了 我現在用這個相機的APP 因為我現在已經連接了這個音卡了 所以啊 他的內建的這個麥克風就被那個音卡給取代掉 我實際錄影看看 錄影 開始錄影 那這時候我按這個音卡的這個特效聲 人呢 見效 邪效 槍聲 掌聲 歡呼 然後我就講個麥克風 喂我現在做音效卡的測試 我現在做音效卡的測試 測試一下他到底有沒有錄影成功 我們就到這個 相片區 這個 把聲音打開來 喂 收話呀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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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現在做音效卡的測試 你看吧 就成功了吧 這時候 音效卡就取代掉內建的這個麥克風了 然後啊 我現在連接一支iOS直播專用檢訊卡 我等一下將這個攝影機的畫面 可以灌到這一個 iPhone上面 我先連接電源 這個是5伏特的電源 然後呢 這個 USB 的線 才再連接到你的 HUB 你看我剛有加那麼多的HUB 快用完了 只剩下最後一個了 接進來 然後這時候我再把我的這個攝影機給打開來 這是我的攝影機 然後將 HDMI的線連接到那個iOS的結尾 G卡 那我打開APP給你看一下 APP就是MediaLink Live 這個打開來 好這時候的畫面啊 就跑到這個攝影機了你看 有沒有 好示範一次給你看 哈囉哈囉 今天做了一個很變態的實驗啦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一個 快要淘汰的這個iPhone 我是用iPhone SE 2 很久兩三年前買的 我現在把他連接了一個 Lightning的HUB 再穿一個 額外的一個HUB 讓這個USB的口變多 我連接了很多東西 我連接了滑鼠 連接了鍵盤 連接了這個 USB的音效卡 還有連接了這個 隨身碟 記憶碟這邊 還有連接一個 外置的HDMI的截取卡 這時候你的iPhone 是不是台小電腦呢